各位弟兄兄弟们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今天我们是复活节 节目播出的时候是复活节 但是呢 我们今天还在讲以佛所书 我想先谈一下复活节 我们知道基督教有两大最重要的节日 是哪两个节日呢 是圣诞节跟复活节 我以前是庆祝这个圣诞节都过复活节 但是当我明了 越来越 对圣经越来越明白 明白了神的旨意后 我其实我自己本人我就不过圣诞节 反而是将这个圣诞节呢 当作一个传福音的大好机会 所以我以前讲过 我们对圣诞节的概念呢 我们对圣诞节的认识是 我们要多多的传福音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圣诞节确实是这个世界上 已经是最大的节日了 不管是在基督徒当中 或是在外邦人当中 都是最大的节日 耶稣基督的这个 但生日能够被我们拿来用如此 拿来用 用来做传福音的这个基础 所以我想这是也是 耶稣基督所愿意见到的事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日期不确定 圣诞节的日期其实是不确定 耶稣基督是不是圣诞节当中 那一天所生的 有很大的代考究的缘故 他就是罗马教会当时要去研考一下 他们觉得说 到底我们能不能再找一个节日呢 来庆祝 因为外邦人所拜的这个神 假神 他们都有生日 像台湾的也有 天宫什么地母都有生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这个耶稣基督的生日 来做个节日 来作为传福音的这个好时机 很多人涌入教会 这是很好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悔改 但是在基督教当中 最最最重要的节日 是复活节 不是圣诞节 虽然圣诞节是在世界上 这个世人当中最大的节日 在基督徒当中也是很多人庆祝 但是复活节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你想啊 神如果他原来的心意 是叫我们庆祝这个圣诞节的话 那耶稣降生的那个日期 就不会说完全没有在圣经里记载 我们不知道耶稣究竟在哪一天 是在降生的 圣经里完全没有写 但是耶稣的死与复活 也就是说从受难节到复活节的三天 因为有以色列人的律法的关系 所以很清楚我们都知道是哪一天 耶稣的这个受难呢 是哪一天呢 就是以色列人的御月节 对不对 御月节的羔羊 旧约里也很清楚的记载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吃这个御月节的羔羊 是因为摩西 摩西要领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 神就指示他说 要每家准备这个羔羊 而且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 所以当灭命的天使来到的时候呢 就越过那一家 这就是御月节的由来 而耶稣基督呢 受死就是在神所定的那一天 神所定的那个日子 这是神所定的日子 就是御月节 耶稣基督要在那一天受难 所以耶稣的这个受死 以及三天后复活 这在圣经里记者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纪念的 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纪念的 就是复活节 就是复活节 那个圣诞节呢 耶稣节呢 我们是拿来作为传福音的大好机会 我们自己不需要庆祝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不是在不确定的日期 我们不需要庆祝 但是这天很好 大家来到教会 复活节也是 大家都来到教会 很多这个教 很多人来到教会 甚至外邦人都来到教会 他们盼望什么 盼望得到一些祝福啦 圣诞节有些特别的节目啦 表演啦 有些时候发一些小礼物 像我们所在的教会 平常这个教会是 这是一个多种语言的教会 我们有华人的这个 有这个聚会 也有这个讲英文的聚会 有印度讲 讲印度的特别土话的聚会 还有这个上人讲过 有聋哑人的聚会 真的没有声音的 就是大家比来比去 对不对 这种 但是这一天呢 我们平常整个教会加起来 这一千多人吧 一千多人 可是你知道我们每年啊 为了做这个圣诞 对不起 复活节 我们为了准备复活节这个彩蛋 我们花多少精力你知道吗 台湾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清楚 台湾大概对于过这个什么 圣诞节 大家民间比较有意思 比较能够明白 世人他说 我们到教会 我们去看圣诞树 树下堆满礼物 大家很知道 可是大家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呢 在台湾并没有很大人事 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 家家户户的小孩子都知道复活节要干嘛 要去找彩蛋 有复活兔 对不对 这些东西 那我们教会为了准备复活节的彩蛋呢 我们今年包了三万个彩蛋 三万个 各种各样颜色的塑胶蛋 蛋壳扭开里面啊 有什么巧克力啦 有这种糖果啦 然后三万个去草地什么地方藏起来 让很多小孩子来找 这个就是我们过这个复活节的方法 很多孩子 我们也尽其所能 我们就拿了以后 我们就拿了卡片去邀请附近人家 不管信主不信主 信主有的不来教会的 对不对 有的不信主 但是他为了孩子能够去玩玩这个 去 就是 Easter egg hunting 去找这些蛋 他们就会来到教会 这也许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 但是这一天就是真是复活节 复活节我们知道很多人印象中就是彩蛋跟兔子 可是你要知道复活节真正的意义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复活节真正的意义 复活节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是吧 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是最最最重要的意义 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于我们来讲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是一个什么样 我们大家看 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最重要的神迹 因为圣经当中有记载死里复活的 可是没有记载自己可以从死里复活的 有记载先知 比如说以利亚 以利沙 还有一些其他先知 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什么书念的妇人 他的儿子死了 以利亚去给他祷告 给他口对口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工呼吸 怎么样 他就复活了 这是有的 但是他这个以利亚先向父神祷告 祷告很久很久 然后让他复活 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却是预告自己的死和复活 他预告 他就告诉大家 告诉他的门徒 我要怎样被人家抓去 被人家任意对待 然后被钉死 然后三天后 又要复活 这个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一个人可以预告自己的死与复活吗 除非他是不一样 他是什么样呢 因为这件事情 耶稣从死里复活 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所告诉我们 他所讲的是如果能应验 他如果他自己能应验他的死与复活 那么他所讲的事情 他所传的到我们就可以相信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一个人讲了一些一大堆话来 传了一大堆最后呢 然后他说他时候到了 然后之后他就死了 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人也没有看到他 或者有人就跑到山里头去死了 或者跑到哪里去做话了 这些我们都听过 对不对 佛教里有些人说 他们就听着传说某某法师 他就可以做话 他都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他没有再回来过 所以他所修炼的 他所传的 是不是可信的呢 我们不知道 他所讲的另外一个世界 死后的世界 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讲了很多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过复活节这件事情 可以告诉我们 证明一件事就是 耶稣他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以佛所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除了我们看这件事 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之外 是 我们今天很多人 基督徒到庆祝复活节的时候 都在纪念耶稣的死与复活 耶稣的死与复活 这很重要 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要从死地复活 其实我们也要从死地复活 这件事情哪里呢 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 我们开始要念的经文 倒不是以佛所处的经文 我想今天我先把 念一下希伯来书的经文 这件事是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 也告诉我们 基督徒 我们跟随他的人 也要从死里复活 好吧 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经文 拿出来念一下 这个经文从西伯来书的二章 从哪里开始 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念到 第九节 不对 西伯来书二章 我们从第五节一直念到 第十一节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经文 打在荧幕上 由我为大家来念 西伯来书二章第五节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缘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说 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尽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你 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都服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唯独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就为人人尝了死味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的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 尽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合一的 因那死人成圣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义人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为耻 这是希伯来书的经文 希伯来书的经文前面讲什么 我们今天不是讲希伯来书 吹乎就很快的带过去这段经文讲什么意思 他说上帝造了人 而且叫人给他的尊贵荣耀为冠冕 人本来是有尊贵荣耀为冠冕 而且并将上帝所造的万物 都要交给人来做管理 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好像是在管理万物 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管理万物 因为为什么 万物不见不都服他 不都服我们 我们今天管理万物 我们污染破坏地球 万物并没有服我们 就是说地球生态在反扑 所以我们今天是做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 是的 我们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 但是唯独 第九节讲说唯独见那 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 耶稣当然不是比天使小 他是成为 因为他要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 他就暂时跟我们一样 我们是比天使微小一点 人是比天使小的 但是耶稣基督也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样子 为了受了死的苦 就是被钉死 然后呢 有复活 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 叫他因神恩为人人藏了死位啊 然后之后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头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何宜的 我们也要进到荣耀里头去 是因为耶稣基督 替我们藏了死位 所以呢 我们一样 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头去 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到荣耀里头去呢 就凭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吗 就比天使微小一点 但是犯了罪 我们能不能叫万物福我们呢 不能 我们还是一样陷在罪中 所以唯一的办法 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 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就开始来到我们以佛所述的经文 其实我们已经讲过 关于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从死里复活 我们讲过 但是我想大家要不记得 那我们今天在以佛所述 我们回顾一下 关于以佛所书中记载的我们也要一样从死里复活的经文 我们今天就把经文先来念一遍 今天念的经文跟以前的不一样 我们上周还念到第五章去 那我们今天要回到以佛所书第一章 因为今天是复活节 不是说我故意在这个脱禁度 但是真的复活节 我想最好庆祝复活节的方法 就是从经文当中来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是从以佛所书的一章十八节 差不多在以佛所书一章的最后 念到二章七节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经文打在荧幕上 一样由我为大家来念 以佛所书一章十八节 并且照您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明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的 叫他坐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而是一节远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浮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现在到第二章第一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的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就是今世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协力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第五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本乎恩 他有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阿们 感谢赞美主 这就是以佛所书我们曾经讲过的经文 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 开始 这个就是以佛所书在保罗所记载的祷告 保罗说我向父与屈膝 我要向你祷告 将那次人与智慧与其事的灵赏给我们 使我们真知道他 对不对 是奇迹 我们今天没有念 但是呢 并且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知道这些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我们要知道 你看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 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不但死里复活还坐在他天上宝座的右边 这个就是以佛所书第一章 保罗第一章最后给我们的祷告 要让我们明白 要让我们知道 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 是神的旨意 是神在万古当中所定的计划 要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为什么 为什么要受这个死呢 你不受这个死就没有能 就没有这个荣耀 而且这个能力有没有显明出来呢 没有 你说加荣耀给他 那你荣耀大卫王 所罗门王得了很多荣耀 是不是 但是大卫王所罗门王都没有经历过这个荣耀 可以从死里复活 是多么的伟大的神迹 你说分开红海这些什么 在沙漠中开江河这些能力大不大 这些能力这些都没有 像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更大 这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真正的可以从埃及地出来 进入迦南美地 一路上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要把人从罪里救出来 要把人从罪中救出来 进到荣耀当中 所需要的更大 神可以摩西 神可以借摩西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中领出来 但是他们进不了家门 他们要在旷野中绕绕绕绕 一直到岛壁为止 都进不了家门 第二代勉强进去了 对 但是他们虽然人虽然进去了 心还留在旷野当中 他们并没有真的是 这些人虽然是神勉强允许他们进去了 但他们从此就真的敬畏神 就不再发怨言 他们的祖先是因为发怨言 而且对神没有信心 他们不相信神可以带他们进迦南 迦南的爱城的人 耶利哥城 这城墙多么高大 那个人各个跟巨人一样 我们好像乍猛一样 他们都害怕 他们的心消化 他们没有信心 他们不信神 所以神让他们在旷野倒闭 但是他们的后代子孙 虽然比他们的那个先祖好一点点 但是一样 他们一样后来就是发怨言 离弃神 不信神 所以他们人虽然进入家门 他们其实他们的灵 还在旷野中那个境界 没有跟着这个真的进去 所以神 但是神叫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耶稣基督是顺服的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有很大的能力 好几次人要抓他 他都没有问题 他就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有一次啊 就是人听了这个耶稣基督讲 想要把他从山上丢下去 对 但是耶稣基督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这说明他是有一些能力的 他如果可以让人这个病 得医治 手立刻从枯干变到好 他可能也可以让人从这个 像跟雅各在摔角的时候 在他手上 在大腿窩上捏一把 他就斜了 这些能力我想信主都是有的 但是主可以逃掉这个被定死这样的命运 但是他却谦卑选择顺服而致死 然后呢 让神用这个大能大力显出来 可以你看 第二十节讲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更好的是叫他坐在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 然后万有都浮在他脚下 我们教会从此建立 我们可以这样讲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我们今天就没有救恩 也没有这个荣耀 既然没有这个荣耀 教会就没有办法建立 这一切一切都没有 所以复活 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是基督教的头等大事 而不是圣诞节 再说一次 不是圣诞节 是复活节 然后呢 第二章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在保罗的祷告当中 保罗就告诉这些以弗属的人 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神显明了这样莫大能力 为什么 因为人失败啊 神 这是希伯来书刚刚念的地方 我们人被造本来是比天使微小一点 这也不错了 比天使微小一点 可是比万物高啊 万物应该浮在我们的脚下 可是没有 没有 我们并没有办法让万物都浮在我们的脚下 所以耶稣基督来死而复活 然后显明的 神让律法和先知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在以事有罪的 其实神也告诉我们说 就跟亚当是死了一样 你们也是死的 我们这样子好像能够说话 能够讲这些事情 能够跳舞唱歌 能够吃吃喝喝 但是其实我们是死的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如今他叫你们活过来 所以神也叫我们要活过来 我们活过来是怎么样呢 活过来当然就不是死了 对不对 我们是因为什么死的 我们是因为罪而死的 所以我们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是在罪中 那我们是真的活过来了吗 各位听众姐妹我请问你 如果说我们还是在罪中 那我们就没有真的活过来 我们还在罪中 罪的工价乃是死 神好不容易叫我们活过来 我们又继续一直犯罪 那我们要不要为这以后所犯的罪 续续附上这个死的工价呢 还是要的 所以其实为什么以佛所书 我们不只是以佛所书 罗马书也好 以佛所书也好 加拉太书也好 什么这个彼得也告诉我们 彼得前后书 约翰义书都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是只有仅仅让我们明白 什么叫救恩 什么叫信心 神的作为是怎么样 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之后 我们都明白神的作为了没有 但是 最后这些事情 明白神的作为之后 我们这些事情 都还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可以明白神的作为 我们可以明白神多么伟大 我们歌颂祂 赞美祂 没有问题 可是这些事情 如果是跟我们 只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在那里 神的伟大 跟我们自己没有相关的话 那这些事好像跟我们 还是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好像一边拜神 一边自己去做 行肮脏误会的事 那我们跟神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不是 所以每一本经书差不多都这样 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 让我们明白最多可怕 最后呢要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以佛所书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 其实我们上次念到第五 第五章的经文的时候 是不是 你们这些睡着的人当醒过来 因为耶稣就要光照你们了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一样要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 既然耶稣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 以前大家觉得律法都不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律法所要求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个人个个都死了 对不对 律法刚开始十条 后来在沙漠中 神又讲了这个要怎么祭祀 要怎么献祭 要怎么这个 哪些事情不可以做 哪些事可以做 当然讲了两百多条 大概就是大家整理下来两百多条 人又把它变变变变成六百多条 我们能够行全律法吗 神就算运许我们说 我们如果行全律法 我们可以得到荣耀 得到永生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 因此耶稣基督才要为我们死 为我们献上一个神的羔羊的祭 将我们的罪熟了 罪熟了之后呢 他也告诉我们说 你看 他是耶稣基督不是靠任何的献祭 而从死里复活的 不是 他也不是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神就偏心他 他让他怎么样 他你在地上做的好做的坏 犯了什么罪 我不在乎 反正你是我的儿子 我让你从死里复活 没有的 耶稣基督在地上从死里复活 这证明他真的可以克服那个 胜过世界 overcome the war 他胜过了世界 他做到的律法 所规定的 他没有犯罪 因此他荣耀的从死里复活 你看神的应许 果然是真的 神的应许就实现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可以做到 而且他要带我们很多的弟兄 一同进入荣耀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要复活 我们也要复活 我们的复活呢 首先就是要知道我们也可以复活 知道复活以后 有没有教我们一些实际上的办法呢 有 一佛说书从第四章以后就开始很实际了 不仅仅是一些道理 这个道理 那个道理 他也开始教我们一些实际操作的方法 而且不仅仅是他教我们这些方法 而在中间他就讲了很多关于圣灵的事情 对吧 他就告诉我们这些圣灵要如何工作 但是一边有圣灵的工作 一边呢 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做 从第四章以后就很实际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对付我们自己 好 所以我想今天呢 还是要回到 我们第四章就跳过去不讲了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上次讲的第五章 我们再把今天 今天我们本来就是要念的经文 再念一遍 好 我们从以佛所书的第五章第九节开始 一直念到二十一节 这个是我们今天 我们原来在讲的经文 对吧 我们想这个复活节嘛 所以告诉我们 回顾了一下以佛所书中 告诉我们的 关于死与复活的事情 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 告诉我们也要死与复活 所以我们现在该如何做呢 就是我们自己要对付我们自己 我们有些行为的标准 那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一下讲完 所以我们就按部就班的 在以佛所书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告诉我们说 我们该当如何的从此地复活 好 有兴趣的人可以把我以前讲到再听一下 但是我们今天呢 还是专注在以佛所书的第五章 我现在就把这个经文 我们以前念过的经文 再打在头一边上 由我为大家来念 好 这是第二次念经文 以佛所书第五章 第九节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益成实 总要考察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 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十五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河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子 我们今天读经就读到这里 这个是以佛所书第五章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要从死里复活 所以主说十四节 所以主说你就睡着的人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 所以我们在纪念这个复活节的时候 不仅仅是纪念主的死与复活 也要提醒我们 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 这是主说 主说对我们所存的心意 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 因为基督光照我们 告诉我们 哪些是光明的事 哪些是暗昧的事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以诚实 我们也应该结出那果子来 我们是不是要结出那果子来 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有良善公义以诚实 当然是 基督徒真的应该有良善公义以诚实 我们不要再像这些 以前那些世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样 我们不知道哪些事情应该是好的 哪些事情是坏的 我们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今天很多教会说真的 我如果去听的话 真的过不下去 在复活节的时候就讲说 主的死与复活 耶稣已经复活了 荣耀要光照给我们了 然后讲了半天 就是耶稣基督荣耀 要加给我们了 要怎么样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就要跟他一同复活了 但是 有没有把里面 神对我们所持的心意讲出来呢 我们要怎样 跟耶稣基督同享这荣耀呢 并不是说他有荣耀了 我们就自动也得荣耀 只因为我们信他吗 只因为我们跟从他吗 我们跟从他的话呢 不是说只是在嘴上跟从而已 我们不是做一个嘴上的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现在的毛病就是 我们喜欢做一个嘴上的基督徒 我们荣耀主赞美主 这些我们都做 主多么好啊 主对我们太好了 主既然得这么大荣耀 他从死里复活 那我们也是复活的了 我们也得新生命了 他的新生命就加给我们了 可是 其实你看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自己要醒过来 我们要从死里复活 不是说我们有能力死里复活 我们自己也是没有能力死里复活的 但是当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有可以从死里复活 但是一样我们要配合要做好准备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自己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 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 我们推开这个坟墓的门 要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 可能从左边走呢 你就回去原来的这个过犯罪恶当中 因为我们信主了嘛 我们受洗了嘛 然后我们 好了 我们继续回去过犯罪恶当中 还是我们应当去追随 追求一切的良善公寓跟诚实呢 这是光明的果子 我们应当做的 然后后面就告诉我们说 一些实际操作 还怕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像这个彼得 约翰 他们两个大门徒 当耶稣死里复活 他们知不知道 他们知道 他们见过空坟墓了没有 见过 主经不在那里了 他们见过从死里复活 跑来到他们那个小房间里头去 门锁起来了 耶稣基督进来了 跟他们一起吃的东西 要多嘛 后来不相信 你来摸摸 肋庞 我的手 有洞的 你看肋庞这个好大的口 你手可以塞进去 你掌都可以进去 手掌 很大一个洞 他们见过耶稣的复活 但是之后呢 之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知道主复活了 可是呢 下面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有收入 主既然不在了 那我们呢 我们打鱼去吧 所以他们又回到了 加利利海边去打鱼 是不是 是 他们真的回到加利利 可能是比 我想是彼得带来头 彼得是渔夫嘛 以前约翰也是跟他一起打鱼的嘛 他们是长兄弟之类的 他们就回到加利利海边 这个时候主又向他们显现 又再一次显现 为什么 要告诉他如何做 所以加利利海边那个遭遇呢 就是有一天 他们已经回到老本行去打鱼 彼得跟约翰不知道该如何做 他们知道 清清楚楚知道主复活 但是彼得跟约翰不知道他们该如何做 所以他们又去打鱼 他知道主复活 他也知道他的心也被改变 他知道他是 耶稣基督是真神 但是他们还是在打鱼 打鱼以后 主呼召他们过来 从海边 岸边叫他们过来 他们吃了早餐 主耶稣基督把彼得叫到一边去 问他三次 彼得你爱我吗 对不对 你记得吗 约翰福音的最后 你爱我吗 主说 然后彼得就回答 主啊 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 他都用了字 一个是大爱 一个是弟兄的爱 这时候已经回答 彼得已经知道他能够爱的有限 他只能用弟兄的爱来爱主耶稣基督 可是主就嘱咐他了 你爱我啊 好 那你要牧养我的小羊 主就告诉他 不但是一次 告诉他是三次 先问他你爱我吗 彼得说爱 主说你要牧养我的小羊 这话什么意思呢 告诉他你在这里打鱼你是牧养不了我的小羊 你如果留在这里打鱼你是 你是没有办法牧养我的小羊 所以主就再一次的告诉他 你们前面的路该如何走 所以彼得跟约翰从那一天以后 他们还继续留在加利别海边当渔夫吗 没有 没有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降临 得到圣灵以后 就更知道前面该路该如何做 彼得约翰再也没有做过育妇 他们从此专心牧养神的小羊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死里复活 但是一个复活的人该做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 具体要怎么做 那圣经都告诉我们 所以以弗苏我们上次讲到说 第五章十五节开始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这个就这句句话 不是说给一些这个使徒 这个大使徒彼得保罗这些 约翰 这个几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所有每一个人 如果你从死里复活 你该当如何做 你们最起码 你看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我们抓住每一个时候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如果彼得保罗那个世代邪恶 我们这个世代更邪恶 彼得保罗世代可能有一些污鬼 我们这个地方 所有的这个手机 平板 这些网路 能够不邪恶 非常的邪恶 然后告诉我们不要醉酒 不要把生命浪费在这些地方 那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十九节更实际 不是告诉你不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当用诗章 颂词 灵歌彼此对说 叩唱心河的赞美主 二十节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二十一节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所以 你看到没有 我们上次 我们这一次跟上次 我们所讲的地方 其实是 一些 虽然是一些很实用 好像说 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道理 但是 我们在明白了大道理以后 那 好 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们假如说 推开坟墓的门 眼前一片亮 然后我们这个 说是复活的人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先复活了 可是神又没有把我们带到天上 也没有天使来告诉我们 给我们什么事情 要我们开始如何做 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该当如何做呢 所以圣经一定要告诉我们 这些 如果说我们有圣灵 有初节果子的人 我们该当如何做 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的人 我们该当如何做 就在这里 所以很实际的 我们这些复活的人 也要继续的 在地上活下去 不要 要谨慎的行事 要小心一点 要顾到主的名 基督徒不要行事 让这个主名受损 我们要像智慧人 要这个 还要爱惜光阴 随时找机会 灵受圣灵的教诲 但如果在等待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因为圣灵充满这个机会不多 所以我们常常要用诗章 宋慈灵哥 彼此对说 口唱星河的赞美主 不要去醉酒 没有 或者说不要沉迷于网路 不要沉迷于这些 什么药 这些东西 这些都不能帮助你被圣灵充满 你甚至成为一个工作狂 每天买手在电脑前面 买手在这个 跟客户打电话 这些都不能帮助你被圣灵充满 我们要常常的用诗歌 宋慈灵哥彼此对说 常常的 不是说只有一个礼拜 就一礼拜天的早上 我们去到教会 唱诗赞美主 够不够啊 一个礼拜一个早上 我们可能唱 我们就喉咙好了 唱三十分钟 差不多了 没有办法 可是这里呢 告诉我们 要常常做这些事 要诗歌 宋慈灵哥 彼此对说 要讲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东西 不管是诗章啊 宋慈灵哥 都是有经文根据的 我们看 我们今天教会里 唱很多诗歌 其实 如果说有些诗歌 有这个是属灵根据的话 这个诗歌是好诗歌 他可能会流传下来 但是今天有些的新诗歌啊 因为我们 我们新的诗歌出来 我们不知道 他将来是能流下去 我们 这个等于是 没有经过验证 为什么有的时候教会 我们说 有些教会喜欢他 我们唱老诗歌 嗯? 他说老诗歌都比新诗歌好啊 其实我自己是不赞成的 有些老诗 老诗歌好不好 老诗歌当然好 为什么老诗歌好 因为他流传下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说我们今天拿到什么诗歌本 好像有几百几千首 可是你知道吗 在历史当中啊 被创造的诗歌 就那几百几千首嘛 我告诉你 远远不止啊 不止 但是老诗歌能够流传下来 被收录起来 那都是经过验证的 是真的好的 我们今天有些新诗歌 你一出来好像很红啊啊啊啊啊 那音乐 因为他新诗歌一定比较符合现代的节奏嘛 所以有些音乐能感动人 有些这个 因为这个 或者主唱者名气大 有些歌就一直被传送下来 好上次呢 有一位这个姐妹就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 带了一首新诗歌 那个主唱人是一个歌星 可是我听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蛮失望的 因为他里头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就讲耶稣基督的爱 当然这个也是要讲的 但是他除了那个以外 真的就没有什么其他内容 我就发了灵感 就给我 就说这个歌不会流传下去 但是老诗歌就是流传下来的诗歌了 当时的是好的 现在流传下来 新诗歌我们之间现在有些刚刚出来的诗歌 不见得能够流传下去 当然有一些新诗歌会不会流传下去呢 有一些新诗歌将来也会变成老诗歌 也会流传下去 这些我们就应当 好 可以唱 为什么不能唱呢 但是有时候带敬拜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看一下 新诗歌要特别花一些时间来审核一下 他里面跟圣经的意义是不是相符合 是不是有他这个属灵的意义在 甚至有的诗歌他刚做出来的时候 他里头是跟一些违反圣经意义的 这个都是有些可惜的 我今天就不要举名 我在微博 我的那个 部落格上有写 有一些诗歌真的好可惜 歌词很好 歌词大部分都不错 音乐更好 旋律很好 但是歌词当中有一些重要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重要的问题 我相信神就不会让他流传下去 这我没有办法流传 如果一个歌能够好的话 他一定是很多地方都是蛮好的 就会流传下去 神会自己做挑选的工作 好 不论如何 但后半段 十九节的后半段也很重要 我们要用诗章送临歌 彼此对说 说 口唱心合的赞美主 也就是说呢 我们说是用嘴把它讲出来 或是把它唱出来 没有关系 都可以 但是 口唱心合的赞美主 是非常重要 什么叫口唱心合啊 就是说 我们不仅仅是唱唱而已 我今天有的时候唱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要表现我们很会唱歌 对不对 我唱歌声音嘹亮 我举手让大家看见 这是表现你自己 但是 当这个 诗歌 或是这个 颂词 这些出来以后 我们是不是真心的 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如此 想要表达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口唱心合的赞美主 你要做到真心 你要真正的 你是真的是这样想的 这个是诗歌是作者的想法 对不对 颂词这些灵歌 这都是作者的想法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心的 好 我们是不是真心 他唱的就是我们所想的 其实有些诗歌真的 我有时候不太赞成说在大堂中唱它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堂中是所有的基督徒 那我们选的这个诗歌呢 比如说我一生一世奉献给主 这对于这个 有些弟兄姐妹 这个是真的是很合适的 因为做传道人 做牧师 或说他今天做基督徒 灵命已经高到一个地步了 他是想真的想一生一世奉献给主 不管前面如何 路程如何 他现在还在工作 他代职要侍奉 这些人他都会真的一生一世想奉献给主 但有的时候 这些诗歌一唱出来 就有些弟兄姐妹 他在唱的时候 他就心里就 马上就起一个 我怎么能一生一世奉献给主呢 我有家要顾 我有孩子要顾 对 这我都能理解 每一个基督徒 他的灵命景况不同 当他还没有到那个灵命景况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口唱心河 他嘴巴因为已经放出来了 他就只能口唱 要跟唱 或他干脆闭口不言 但他真的没有办法一生一世 就奉献给主 因为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想今天我们就不能再讲很多下去了 我们再把这个 十九二十二十一节再念一遍 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河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我们今天讲到了歌唱 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 诗编 诗章 对说 我们要 基督徒要聚会 要互相的国力 很重要的 聚会就是 为什么基督徒要常常聚会 不是说只有主日聚会 不要说有的更糟糕 连主日都不来 来不了了 主日一有什么事情 他有他就不来了 我们要参加各样的聚会 我们有祷告会 有主日聚会 有祷告会 有小组 大家多多的参加聚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可以 用诗章 颂词灵歌 彼此对说 甚至在没有聚会的时候 礼拜一到礼拜六 对不对 中间很多都没有聚会 那你就算一天有聚会 不是礼拜三有祷告会 那你礼拜三整天呢 白天呢 甚至我个人的习惯是 每天早上我出去跑步的时候 我就开始放这个歌 我就自己在里面 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在口唱心和赞美主之后 常常的在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 不一定要聚会的时候 凡事 他说凡事 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不但是感谢父神 而且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父神 我们感谢主赞美神 对不对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这些其实很多都是讲我们弟兄姐妹在聚会 在交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指出一条明路了 不要糊涂 不要醉酒 不要乱七八糟的过生活 我们如果说你今天是死里复活了 你推开坟墓的门以后 你该怎么做 你不要再过以前一样的生活 回到过去的过犯罪恶当中 那你这个复活是什么意思呢 白白复活了 没有用嘛 你复活的人应该要过新的生活 新的日子 有新的生命 你有了新的生命 就要过新的日子 过哪些日子呢 就在这里 以佛所书 就是这样的经书 其实很多经书也都是一样 告诉我们该如何做 很多不要做的事 不该做的事就不要做了 很多该做的事 那就要记得 要好好的感谢主 赞美神 好了我们今天讲到就在这里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赞美神 我们也为我们所有的弟兄 献上祷告 因为主啊 就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理解 让他们的心灵会开窍 让他们从实力复活以后 让我们知道 我们前面该走的路 该是如何 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面 你的经文 你所赐下的经文 也启示了我们 告诉我们前面该如何 我们的日子该当如何过 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应又当如何 我们感谢祷告乃至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赞美神 我们下周再见 也上帝赐福你们